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每逢新旧岁之变 便出来危害人间 人们随后采取措施 把怪兽赶走 比如贴春年 英伟年讨厌红色 并在门口燃烟火以下走年 除首岁以外 吃年夜饭 看春晚 首岁是华人在春节的重要习俗 年夜饭有不同讲究 南方的年夜饭 必有一道鱼 因为鱼在汉语中寓意年年有余的富足生活 北方则吃饭 有喜庆团圆和吉祥如意的寓意 春节联欢晚会是每年除夕夜晚为庆祝农历新年举办的综艺性文艺晚会 春晚吸引了世界上最多的观众 节目时长超过四个小时 是世界上最长的电视节目 它是华人的文化年夜饭 春节还有发红包的寄宿 长辈把钱放进红色信封里 把他们送回给孩子们 祝愿他们在新的一年里平安 好运 如今一栋支付的普及 持手机发红包成为潮流 便捷的网络能将人们的新年祝福 第一时间传递给每一位亲友 即使他们远在千里之外 跨年之后 新年的欢乐气氛要一直持续到正月第一个月圆 到了元宵节 又将是一个热闹非凡的日子